大家好,華記9月3日報導 今天有些網友想我說說近日經濟下行的香港 看到大MASTER新世界負債 很厲害 黎新 又傳動放售海洋公園的酒店 新世界放售掌上明珠 K11的商場 其實這些東西大家看新聞都很多了 我就不多說了 不如說說一些開心點 近日因為我有一個秋天的 上紅葉的團 就會在9月26、27、28、29、30 我希望 帶給大家的歡樂 可以抵消了香港經濟的下行 因為你看到現在香港很多很多單堂式的酒店 一支一支放售 房價在一間房 都全部過千萬 即是無論你是一些大集團的也好 或者是一些中小企的集團也好 他在香港放售的酒店 每一個房間都過千萬 但是我們來這個9月26日 來這個大阪投資民宿的旅行團 希望可以抵消這些負能量 因為我們又要賺到錢 又要享樂主義 所以這次我會和大家看看 你用三分一的價錢 你不用一千萬買一間房 你用三百萬左右 你就可以買一個民宿 最起碼有五里回報 還享有現在匯價的低水 未來大阪賭場 起好之後 就會有一個資產的增值 還有 明年就漫薄 這些等等因素 我希望帶給大家一個歡樂 你來這裡 放低 三四百萬 然後五年之內 你有所有的租金 就夠你每年來玩兩次 或者三次 然後匯價升 和樓價升的時候 你五年後之後只賺 起碼你來消費所有的錢 都是我請你的 而且你在過程中 你就會很開心 所以我們今天希望分享一下 其實我們香港人海外置業 做一個被動收入 如果你有閒錢的話 其實就絕對 就可以享受這個 在做包租工 別人交租給你的 同時 你是賺到匯價 樓價 和租金 所以這幾方面 就希望帶給大家一些正能量 近日 很負能量 你鋪天蓋地 香港的新聞 不是結業潮 就說那些 餐廳 酒樓 或者酒店 就全部結業 歸根究底就是沒有遊客 所以 如果香港人 你是有些資產 有閒錢的 我們歡迎你9月26日 27日 28日 29日 30日 我們這個 投資大阪民宿 B&B的 旅行團 我希望可以令到你 創造到價值 這件事 我們已經是 在日本來說 我已經有超過10年以上的經驗 以及過去我們的業主都很開心 以及我們有過千的物業 已經是跟我們公司促成 以及托管 但時限的投資模式 我覺得最理想的 就是可以 做一些由月租 變成日租的 有些網友曾經問過我 近日 在日本買樓 為何有些叫鐵骨 為何有些叫鋼筋水泥 不懂怎樣分 其實 在日本 就因為有地震的關係 所以 我相信全地球 防震能力最好就是 應該是日本 大家例如有地震 我想 傷亡最少就是日本 因為它的抗震 建築的水平高 那個網友就說 那些鐵骨 和 鋼筋水泥有什麼分別 我講回我們陽光大廈旗下的所有樓 由我建的那些 都是用鋼筋水泥 我們鋼筋水泥不是單單是為了防震的問題 我們是為了 那個抗跌能力 除了抗震之外 還有抗跌能力 因為鋼筋水泥是值錢一點 還有升值能力是高一點 因為我們通常叫香港人買五年之後 你都有人接你的貨 如果日本本地人 在大阪賭場 他 我們只賺升了一倍 因為我一倍都很保守 澳門開放賭場那些樓升了十幾倍 現在你買一層樓 去到大阪賭場蓋好 升一倍的時候 很坦白 夏家莊可以做到九成按揭 他可以做到 一個銀行的借貸 那 就是一定要降金水泥 鐵骨是不行的 鐵骨是不借給你的 鐵骨的樓的建築成本是便宜很多的 我們叫做暴利 如果你說建一些樓 就賣鐵骨 那些客人不知道 但是如果你說細心看 其實你去到每一個地盤 你就會看一個牌 他是用鐵骨做 還是用降金水泥 就看得很清楚 但是這些細節 其實我們 紙上談兵就不行的 你一定要親身飛過來日本 我們才可以和你分享到這些經驗 大家有興趣的朋友 你可以WhatsApp去6998 6777 或者是97216618 我們都有同事馬上回覆你 航班我們就會坐國泰航空 就會住在我們的B&B民宿 好了 今天就沒有直播 因為忙了一整天 明天一早又要開會 所以我們今天 就先講到這麼多 明晚有時間 再和大家直播 多謝了 拜拜 Hello 大家好 我是大阪的SOSO 我現在位於的就是我們 新齋橋東陽光大廈的前面 從今天開始 我們要做一個簡單的地盤檢測了 那地盤檢測主要是為了要告訴我們說 我們一定要打多深的一個地基 因為我們的這個房子 後面是河 然後一樓我們要做風呂 樓上是做民宿的 所以我們的地盤呢 預計會比其他的普通的住宅的地盤 要更深一些 那現在跟我一起近距離去看一下 他們日本做地盤檢測的一個狀態吧 正方的地盤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